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小心不咋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而且我看过医生了 医生说没事的 那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啊 别说我了 怎么都瘦了 还不是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吃关冬醉 为了质疑你的小心情啊 心情还不好吗 见到你 就好一点 那剩下的心情怎么办啊 这个又看你表现了 看我表现了 那我就好好地帮你治愈一下吧 跟我来 跟我来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包场啊 我早就不玩城包那一套了 可能是他们家生意不好吧 生意不好啊 好 明天的事 我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才跑不得已走的 对不对 不然哪个男朋友 会为了晃点自己的女朋友 专门跑到楼下在床上 好啦 今天呢 是我们在一起二百零二天的日子 那 今天日快乐 今天日快乐 我怎么觉得这酒喝得有点不对啊 是不是 觉得我抢了你的台词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就像龙卷空 我觉得你就这么轻易地原谅我 是不是想跟我来个大招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印象 我有那么印象吗 不印象吗 没想到有什么意思 就是想把我的蓝额 有什么事 你给我放开 还是没用 我非常吴想 你 simmer 我说 你会把我交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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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的夏总监还让我电话给他送过去呢 好像病得还挺严重的 你有他的地址吗 你把那边医院地址给我吧 好呀 杨茜茜茜茜茜茜 手术是目前治疗的唯一方案 倩倩 你听到医生说了吗 手术不能再妥了 哥 我都明白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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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一直在这儿呢 一直陪着你 哥 我的情况我很了解 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我也知道 可是我离开了你们三年 我现在非常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如果手术失败了 或者是我没有挺过去 我就会失去 失去所有的一切的 所以我害怕 哥 我怕我醒不过来会失去你 还有我深爱的一切 哥哥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伤了 只要你答应手术 哥哥发誓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一直在的 而且李医生是国外的专家 他见过的病人 或者比你更严重的见得多得多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手术可以成功的 好吗 哥 哥哥 你能给我点时间 让我考虑一下吗 方先生 你出来一下 等我一会儿